電動車是未來的出色 但是這電動車的電池 算是一個大問題 若是處理得不好 就會造成嚴重的這離出污染 大家大家好 感謝您議長李清華 到這電動車電池回收的這計劃 都說是在這專利 要在這發明中的敬拜 鐵平下地流生 容約裡面一段時間 對我們看到鐵平出現後 這就是新計劃的技術 由大家大家好 港學院議長李清華 斷念社會和破碎的研究團隊 研發了新的離鐵電池 這麼好的混合部的回收方法 廢測用離電池的三年計劃 我們在第一年主要是針對廢離鐵電池 進行資源回收研究 這是我們離鐵電池中 經過破碎以後的內含物 我們也連續兩年參加了韓國發明展 第一年我們是以廢離鐵電池 來競賽 那我們這年度是以 2022年是以廢離鐵電池參加競賽 那這兩年也都分別獲得韓國發明展的金牌 這行研發經過三年的研發到改進 連續兩年都在韓國的WIC 世界重新發明大賽得到金牌 並且已經得到專利的困難 相關的技術也要專輿和衝向作使用 要為未來的環保進一份占領 我們執行三年計劃 那我們也都有豐碩的成果 比如說我們第一年的廢離鐵電池 目前已經獲得中華民國的專利 這是我們的專利證書 那第二年的廢三年電池也申請專利 專利正在審查中 那除了申請專利以外 現在我們也進行了技術移轉 所以說我們也有技術移轉 國內的廠家 將來預期可以來回收 處理我國產生的廢車用的電池 隨著環保概念增加 電動車已經是為未來全世界都很重視的一個項目 電動車增加 但是電池回收是一個大問題 現在透過新的研發技術 可以批評電池 成為新的物件門 中西新聞 康史館 戴川博多